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谢 倪社长 您好 您提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 中央书记处可不是我们通常从字面上所理解的 是中国行政体系中的一个处级单位 作为中共中央领导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央书记处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进程中 先后作为中央最高决策和领导机构 中央日常工作和执行机构 中央办事结构发挥了重要作用和影响 中央书记处成立于1934年中共六届五中全会 当时其地位和作用相当于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 承担着中央最高决策和领导机关的重任 此后的中央书记处有何变化 请专家继续为我们解答 1980年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恢复设立中央书记处 作为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务委员会领导下的经常工作机构 十二大再次将设立中央书记处写入党章 明确由中央委员会的总书记直接主持书记处工作 十三大以后中央书记处成为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的办事机构 成员由原来的中央委员会选举产生 变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提名 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通过产生 在2017年党的十九大通过新党章中规定 中央书记处是中央政治局和他的常务委员会的办事机构 成员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提名 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通过 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负责召集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 并主持中央书记处的工作 由此可以看出中央书记处作为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委会的办事机构 处理中央日常事务 负责和督促中央各项方针政策的具体贯彻落实 党的十九大以后 新一届中央书记处书记有七人 在中央书记处内部实行分工负责制 每一名书记负责一个系统或若干方面的事务 通过听取汇报、审批工作报告、工作计划、参与人事任命等方式 对所负责方面事务承担领导责任 而对于一般事务 书记处书记具有直接领导和决定的权利 对于其他中央或地方党政机关而言 中央书记处是属于领导机构 尼社长希望通过这些信息 您对中共中央书记处已有大致了解 也希望有更多朋友会以此为契机 增进对中国共产党的了解